你的朋友帮你圆谎 这是意气 但有一个前提 朋友知道你有圆谎的需要 朋友知道你平时在说谎 否则没有一个朋友 你这样的一种娴熟的 而去迅速的圆这种谎 说明在生活当中是个常态 我不指责你的品质 我只是认为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我们真的没有这个需要 我们单纯一点 生活就更美好 我的判断 他是和前女友藕断丝连 没有处理干净的状态下 急不可待的进入了第二代恋情 因为你的出现 你说这是不是事实 就这处小子没有对这个 他喜欢的姑娘坦荡 公开的把这个事说清楚 对他不坦荡是明白无误的 但他还真不是脚踏两只船 故意要两头靠 不是 但是遗憾的是 男生 你自己酿下的苦酒 现在不可收拾 女人的心 本来是易碎的 你结果把他的心 叫做溪碎 因为他对你产生了怀疑 不信任 这个不信任 现在已经产生了连锁反应 他根本不相信 他所看到的男友的一切 现在的遗憾是 我相信你一定 尽自己的权利 想去证明自己 去表现自己 因为你还真心想和现女友好 对不对 但遗憾的是 这种努力非常累 希望也会渺茫 因为他的心碎 所以我建议你 自难而退 为自己 收的两锅夹生饭 为爱情买单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 他的性格上 就是这种暧昧不明 就有些人的性格就这样 你让他断然的拒绝 或者是断然的接受 他很难 他做不到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 我们现在身边有一种人 你发现 这些人特别喜欢收藏 就是他用过的很多东西 他都不舍得扔 是吗 我用过的车票啊 是吧 我用过的什么香水瓶啊 我都留着 这珍藏是我珍贵的记忆啊 但是如果一段感情关系 也要这样收藏起来的话 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当然不舍得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不舍得 但是有些关系呢 你越是不舍得 其实越是给彼此添乱 在看到那些聊天记录的时候 我特别相信 你对前女友 一定还是有感情的 这点从人性角度来看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 你在跟对方说话的时候 你说话的内容 其实不重要 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跟他说话 你比如说你在拒绝前女友的时候 你是跟他这样说 你不要再跟我联系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咱们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好不好呀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太好呀 我特别相信 你一定不是第一种 就是他前女友 敢不断地这样跟你互联 就一定是你给了他很多 暧昧不清的这种态度 让他觉得 哎 我再努努力 他是不是就回来了 我再使使劲 没准我们俩又复合了 不然的话 你如果真的对一个女孩 足够足够地表示出明确的态度的话 他不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 所以其实你真的要回去反思一下 你在跟前女友这种表达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暧昧不明的这种说法和态度 一个女人 其实他敢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去争取 一定是他从你的态度当中 是接受到了某种信号的 所以今天你也别站在这儿说 我好无辜啊 我明明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受伤的是我 其实你释放的那种态度 是会让两个女孩子都不够满意 所以今天你其实在两个女孩面前都没落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首先要学会明确自己的态度 要学会在感情方面是要有界限感的 所以苏老师其实已经教给你 坦然地面对每一段感情 你比如说前准有这个的时候 你已经喜欢你告诉他说 我们绝无可能了 我已经喜欢上另外一个女生了 但前准肯定说你这个渣男 你没跟我处理好 你怎么又喜欢另外一个女生 就告诉他我确实我喜欢上另外一个女生 我们绝无可能了 他就是不舍得当坏人 他到底是性格问题还是什么 我们也搞不清楚 就是学习嘛 成长啊 我觉得这很重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记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